各位好 感谢刘晓波追思会组织者给我请回发言 我认为通过总结刘晓波一生来纪念她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 中国历史上有血性的男儿不计其数 然而开创历史先河 改变历史轨迹者寥寥无几 我认为刘晓波是其中之一 他将是最为后世所敬仰的人 自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首先 刘晓波是最有骨气的男子汉大丈夫 他曾说 暴政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 沉默和赞美 几十年来 小波忠实地坚守了自己的底线 直到魂归大海的最后一刻 也绝不向中共暴政低头 没有丝毫的炉燕美股 其次 刘晓波为民为国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 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 有三位得主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获奖 刘晓波是其中最悲惨的一位 软禁中的昂商素姬可以在家中接待外国外交官的访问 收阅外国首脑的信件 在纳粹德国残酷统治下的卡尔逢奥西斯基 也被允许离开监狱返回柏林治病 还被允许接受外国红十字会的探视和外国媒体的采访 然而 刘晓波在最后被监禁的八年中完全与世隔绝 并且连着到妻子刘晓和刘晓的家人 即使在其弥留之际和离世之后 他们仍不能摆脱大批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 刘晓波和他弟弟目前仍然被旅游 不准回到北京 刘晓波从发病到离世仅仅一个多月 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他死于被肝癌 这绝非空穴来封 中共惯用这样的手段 对付活动人士和政治异见人士 其实几年前我们就担心 中共为了消除小波的影响 会有阴谋将它置于死地 我们也曾经多次采取行动 企图了解和评估小波的心智 以及身体健康状况 但因为中共极为严密的监控 无法获得完整信息 中共对刘晓波的因言至罪 被肝癌 并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表明中共党魁们彻底的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他们比德国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 我要特别强调 刘晓波将为后世景仰的最重要原因 在于他是一个最富有远见的思想启蒙者 具有最强的民族责任心的知识分子 和超人勇气的和平守护者 我们知道 卡尔冯奥西斯基当年资深站出警告事件 纳粹德国的崛起以及西方随秦政策的后果 必将是一场灾难 但各国对其警告直若罔闻 他因此被处以叛国罪 直到二战灾难若干年之后 人们才发现奥西斯基的真知灼见 刘晓波为中国人权、民主、法治、宪政的抗争 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一党专制的政体 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为了避免这个灾难 刘晓波用其比剑锋还犀利的笔 写下给中国和世界的备忘录 警告中共的崛起就是世界的沉沦 中共的中国梦是爱好和平人民的噩梦 他提倡通过保障人权、民主宪政转型 从制度上改造中国来消除这个噩梦 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接受普世价值 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 使其寄生于现代国家之灵 才能确保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以及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 为此 刘晓波被打成反民主、反祖国、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无反分子 后来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 最终献出自己生命 然而 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 刘晓波却以 我没有敌人的政治家胸襟和风范 从容应对 因为他知道要实行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建立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必须彻彻底抛弃中共党文化中革命式暴动 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思路 走出封建专制社会 暴力循环的怪圈 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如果一个国家把公民按阶级划分 把某些阶层的公民或政治反对派当敌人对待 把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策 当作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 而在这个敌我分明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的社会中 任何人都不会安全 相反 刘晓波 我没有敌人的思想 一反传统的思路 令匹基金给中华民主指出了一条 和平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 同时也戳破了中共的所谓资产阶级上台 实行民主政治 会让千百万人头落地 共产党尸骨无存的谎言 刘晓波 我没有敌人 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革命理念 并不剥夺公民武装自卫 反抗暴政的权利 他清醒地认识到暴力是独裁者的优势 而不是人民的优势 这不仅是现实抗争的策略需要 更是基于战略的思考 暴力革命代价太大 流血过多 不利于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 这一点他自己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 我认为值得我们在本次追思他的会上再次重温 他说 仇恨会俯视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 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 煽动起离死我活的残酷杜争 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 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 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 以爱化解恨 刘晓波 我没有敌人思想 弥补了东方文化中宽恕精神的缺失 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的浩瀚心胸 一个有强烈民族责任心知识分子的博大情怀 刘晓波这一远见着实 向黑夜中的烛光给中国社会转型指明了方向 可惜他的观点并不为一些国人所接受 他们很难从以暴一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领党文化 以及封建效忠的惯性思维中走出来 他们不能读懂刘晓波 中共知道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思想 对其执政安全形成的威胁 把他作为头号敌人置于死地 而一些支持民主宪政的同道 也射出一支支冷箭对他进行攻击 但两者都无法否定刘晓波思想的前瞻性 和其观点的正确性 历史将证明他的高瞻远瞩 我希望世人不要再等几十年 人间悲剧重演之后 再来感谢刘晓波对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 最后我想说 中国历史上 即现代的许多读书人和政客 以及大大小小的道学先生 常常以张仔的四句话作为座右铭 但身体立行者取此可数 而小波的一生 则真正体现了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具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文人风骨 让我们一起为完成小波的遗愿 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民主转型而努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